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知道是不太可能的吧 毕竟盗墓笔记都已经改成了互保笔记 张艺兴是一个典当行的小职员装备 在意外中 因获得福解锁新技能 眼睛发生异变 可以看穿世间的一切 从此走上了开挂自带办法的人生 要说 这应该是艺兴和南派三叔的第二次合作了 在拍摄《老九门》的时候 张艺兴就在里面演过《二月红》的角色 这次也是同样的班底 想必小绵羊不会太拘谨 和紧张拉小说里面的大场面很多 追求精益求精的剧组 拒绝抠图糊弄观众 搭建了上万平方米的场景 对援助的场景完全还原过 真是土豪剧组事业不仅如此哦 其他的丛林枪战 西夏亡灵 木刀等等实景 都是剧组跑遍国内拍摄出来的 毕宝不禁感叹 果然现在的网剧都是大制作了这样的场景和幅画道 妥妥的电影大片的节奏张艺兴 还有了自己的感情线 果然孩子大了 在预告中可以看到 和王子玄在跳滑耳资王星 走到哪都不忘跳舞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这次一星宝宝可是艳浮不浅呢 就是千万不要害羞哟 毕竟在极限挑战里和林志玲搭感情戏都害羞得脸红呢 软猛大男孩一枚必饱 Picni了吃的苦中苦方 唯有前人从平凡职员到开挂人生 不经历点苦头怎么行打戏枪战戏 全部上线一星也没在怕的 就是这么刺激 老九们那二爷还有情出场 当女主问庄瑞 你看没看过老九们 我最喜欢里面的二月红佛 还学过他的独门绝技时庄瑞直接回队 你学有点有用的 毕宝真的忍不住笑出了生能这么 对自己演过的角色 你也是很优秀啊 果然官方吐槽最粉二爷投足无门 要说这部戏的艰苦程度 也是挑战极限拿打戏 都是自己上就不必说了 拳拳到肉 都坚持不用替身毕宝想说 放下这只羊有受我来扛木刀的戏 也挑战重重的地下 就意味着和尘土红尘作伴 吃土吃的潇潇洒洒 欲兴还有尖嘴恐惧症 还要和蜥蜴对系 简直比一出好戏 吃生鱼还恐怖吧 毕竟鱼是死的蜥蜴是活的 必保再现虚衡 你不过就不计刀片给工作人员了 这点困难相信 你还是能扛过距地 惊喜的是全剧都是张艺兴的原因 没用佩金哦 弃水晶上线 不知道能不能俘获你的心 拥有无敌黄金铜权贵 财富手的秦来权贵女还在哪里 艺兴哥哥需要你 统子们一起静静等待张艺兴的新作品吧 相信长沙小骄傲不会让我们失望低 物业 讨厌